Hello 食信友中有我今天Emily 帶大家來到大埔排西長龍 好出名的百妹雞煲 咦 但怎樣帶我今天會去旺角的呢 啊 原來他們已經開了分店來到旺角了 快點走啦 進去旺角了 現在都在旺角 我呢 急不及待 太少有雞煲的事 就有兩個的餐廳吃了 啊 真的很香啊 我現在好想立刻吃了它 不過呢 先說一說啦 我現在點了這個呢 叫做春山 軟河蟹 看起來都在臉上有一點 黃的就算啦 嗯 白的就這樣 真的是很香 啊 本來後呢 一軟河蟹大之後呢 還有無光質啦 還要大膽的 很香 啊 嗯 等我現在呢 就試試這個 四川黃豆腐蛋 嗯 金黃色 你先做的嗎 我平時的皮蛋不同的 我剛才就是當老闆 現在呢 試的時候會是黑色 這些是金黃色的呢 如果老闆呢 因為正宗的四川皮蛋呢 就是這樣吃的 等我現在 來吧 用力啊 現在這個春山又煮的 辣的味道 一點點辣的味道 一點點辣的 很香 用咖啡頭的香味 要吃真的沒得到的 耶 主角呢 終於出場了 就是這個秘鎮的白玫雞球 那他就是看老闆呢 用很多種 辣的四川的 辣的小盤 哇 原來呢 這隻呢 叫做燈黃雞的 老闆說呢 這隻雞有兩斤幾的 你看那個屋子多高啊 太高啊 他呢 還要是一隻出場 一百人的雞 所以呢 就沒有狂頭了 那現在是一隻雞 雞肉呢 很實 怪不得很爽啊 真的不明白 好特別啊 雞肉呢 放下去呢 那些雞肉呢 它是平落它的頭呢 就是 你呢 就像是一般來 這個層子一樣 我們吃了雞肉呢 當然是可以打到哪裏 白玫雞球呢 就有一個 熬了十幾個小時的 豬骨雞湯啊 加上去呢 打到那裏 超棒啊 整班朋友呢 就這樣 他有點不好吃 但白玫雞球呢 有一個很貼心的服務啊 那呢 可以呢 在這股雞裡面呢 剪下一個 超辣的食物 你最喜歡的馬辣啊 終於來到最興奮的一種煲了 就是 鮮茄蛋餅肥牛煲 真的很開心啊 因為有三種肥牛 一種呢 就叫做手持肥牛 另一種呢 就是懶牛 第三種呢 就是 雪花肥牛 那現在最重要的呢 就是 嘗嘗 湯 辣 最初呢 用了兩種蕃茄 一種呢 就是本地蕃茄 另一種呢 就是 歐蕃茄 來的 湯汁 很香啊 很甜啊 有一點蕃茄酸氣 有一點蕃茄 但是呢 因為呢 它用豬骨雞湯 加上蕃茄的牛 所以呢 每一種牛呢 就要甜蕃茄 最後呢 最重要的就是牛啦 現在用了這個 本地蕃茄 上面 應該是 有一點蕃茄 好濃啊 這個 很濃啊 還有兩種蕃茄 有一點蕃茄 然後呢 然後呢 就要吃這個 雪花肥牛啦 雪花肥牛呢 口感 比較多一點 沒有管理的牛肉 很濃 但口感也很棒 因為很容易用 耶 到最後 這個滑牛啦 滑牛呢 口感呢 勒 最大牙 就是滑牛 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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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它 再看看 一層肉一層肉 很漂亮 放下 耶 十九了 這隻蛋 和牛肌呢 這隻醬要咬下去 這樣打開 很棒 最好的 繼續 這裏真的有很多好東西吃 還有一個就是叫做新鮮雲 為何這麼特別的叫做新鮮雲 因為平時的食物是摩托 這裏是在那邊的 新鮮雲也果然不重 它是脆脆的 一咬下去我真的不知形容是方方脆的感覺 很爽口 很多汁 和平時的食物是不同的 麻煩你把它吃進去 嘩好燦爛 這裏叫做台威的炭球動員 真的不行 很大顆 我還想說 更遠吃普多姜絲架 這粒真的很好吃 一口一口豬肉 很多人的最愛 響明 這個不是普通響明 是即叫即炸的響明 早晨真的很有限 今天就吃到即叫即炸 現在就要即炸 一掌放上來就夠了 好緊張啊 好棒啊 它很棒 這個意思呢 就是 它不像是否吃到那些油液 很新鮮 浸下去那一口 脆得來 應該說軟得來 有一點點脆 最重要的一個point 是沒有油液 平時吃火鍋 當然不能喝竹蔗毛巾水 這裏除了有新鮮光的竹蔗毛巾水之外 還有用新鮮的椅子做的椅子冰 還有這個 鎖開火炸 嘩 好飽啊 下次來到旺角 一定要來白妹雞煲 不理你便走 白妹雞煲房 在旺角 烏拉街100號地下 要來這裏可以搭港鐵 由麻地站A1出口 走幾分鐘便到 巴士有 171-102R 970-970X 1A-9號 專線小巴可以搭3號 好 5 右那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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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